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啊 五花肉啊 什么青菜啊 什么萝卜呀 就是这些配菜 广瓜呀 这些 但你也可以就像素食一样用这个料 然后火腿肠一个粉 这样也不错 打开之后呢 就这样一包粉 像火锅里面的那个土豆粉一样 非常的软滑 有弹性 这个呢 是调料 那调料闻起来有一股那种 有火锅底料的味道 应该挺不错的 咱等会来试试看就知道了 这个东西一定要煮 必须要煮 不能泡的 然后呢 他说的是 这个土豆粉不用煮太久 烧子30度左右 然后呢 夹进去搅散 哦 不用搅散 然后呢 煮至沸腾 所以呢 咱今天还配了两个这个火腿 就来看看 试试看吧 烧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它的这个酱确实有那种非常浓的牛肉辣酱的味道 那你如果不加配菜的话 它就显得有一点寡淡 因为它这调料跟粉 因为它这调料跟粉 一个火腿肠 你尝一口吧 看起来就特别滑的那种 有点烫 不过 真的不错 这个调味真的不错 它这个粉特别特别的滑 哇 阴嘴里基本就不用嚼 就这么一缩它就进去了 不管 所以你得控制好那个火候 因为一旦煮散了之后 这个粉不能煮太散 就大概放锅里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让它沸腾之后再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煮个一两分钟就拿出来 就比较合适 嗯 不错 看这种淀粉 它真的就跟 跟红树有比较大的区别 你看着我无浓宇宙 有多少次过来 汹涌在我身中 你飞向你 它这个牛肉浆做的确实不错 如果是在家里 再弄一些配菜就不上完美了 它这个牛肉浆做的确实不错 可以 相当不错 可以 可以试试 接下来 我去摩页 我也不需要 我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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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